近日风流才子陈思成被拍到与好友聚会 本星暴露又和女子有亲密举止 同会酒店还回头看有没有跟过来 当晚两人再没出来 5月20号一早 佟丽娅陈思成官宣离婚 时间是8点08分 正好8月8日是佟丽娅生日 从谐音梗来看 像是在说白白 配合那句扎尔十足的 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但仔细一看文案 是2011年到2020年故事告一段落 说明两人去年就已经离婚 为什么现在才公布呢 在这段感情里 佟丽娅太古卑微 输得一败涂定 面对陈思成的背叛 视而不见 一句回家就好 让人心痛 终于9年感情不再隐忍 官宣离婚做回自己 收到的也是粉丝们的满屏祝福 从旁观者的角度 粉丝也都支持佟丽娅离婚 毕竟陈思成的人品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面对一夜情 陈思成公开表示 谁都会出轨 即使当着佟丽娅的面 也毫不避讳 所有人都知道 陈思成有多不靠谱 可只要佟丽娅愿意相信她 陈思成仍然是那个 功成名就的 百亿票房导演 缅合力陈思成都有了 所以成功人士 希望拥有更多漂亮的 女人士欲望 这是不可避免的 陈思成大台刷新三观的爱情观 丝毫没有羞耻心 尽管佟丽娅在舆论上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她却选择了一味的忍让 身上被贴 丈夫是出轨男的标签 影响事业的发展 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顾佳 事业有成却高丈夫背叛 本来这个角色找上佟丽娅 据说是粉丝的强烈抵制 才让她失去这个角色 本应该是陈思成队出轨 惠目如深 现在却似乎变成了佟丽娅的痛 而这一切似乎和佟丽娅的成长环境有关 佟丽娅出生在新疆一个封建家庭中 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严重 直到弟弟去世才得以缓解 但佟丽娅从小就被灌输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所以她没有归属感 1996年 16岁的佟丽娅一个人来到北京 参加建国50周年的踩车表演 看到这类繁华的景象 让她看到的希望暗暗发誓 一定要留在北京 2004年佟丽娅考驻中央行政学院 成为第一个西博族姑娘 这一年她登上文化部春节联欢晚会 一直舞蹈经验四座 出道内地一口浓重的口音 让她在表演中一度受打击 被嘲笑 不适合表演等 深深扎在佟丽娅的心里 这个时候她心里的自卑 早已盖过自己的容貌 2006年 耳东声的一通电话 拯救了佟丽娅 在电视剧《心不了情》中 以清纯的表现正式出道 虽然对一个角色 拿到的是妈妈形象 但还是有导演不看好 佟丽娅要做出一番饰演 终于2008年 母一天下 让她获得古装女神的称号 有更多的导演 向她抛来了橄榄枝 随着视野的稳步上升 佟丽娅的爱情也悄然而至 当时陈思成在筹开 北京爱情故事 佟丽娅误打误撞 敲开陈思成的房门 这一阴差阳错 让她成功拿下一个角色 电视剧已经播出 引起强烈反响 两人在好朋友杨幂的帮助下 由戏内情侣 变成现实夫妻 2012年 佟丽娅自己主动表白陈思成 希望大家能祝福我们 一个酷成累人 一个像是被安排一样 在几个主持人的助攻之下 陈思成只好迎合 现在看来多么的讽刺 本经杨幂提醒过佟丽娅 陈思成不靠谱 但是她已经陷进去了 终于2014年佟丽娅脉想成真 投入陈思成怀抱 她曾说过 自己特别崇拜陈思成 或许那时 就已经注定两个人的婚姻 谁才是卑微的那方 结婚4年 爱情即将诞生 从这以后 陈思成在杨幂口中的不靠谱 开始一点点放用 经统计两年时间 陈思成先后六次传出 与女子暧昧的消息 但佟丽娅选择装容作样 护肤到底 一次次选择当缩头乌龟 之所以有如此想法 是因为自己交代的内剧 许会忍耐才会幸福 也许佟丽娅意识到 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有底气 所以她不再把陈思成 当作人上人 开始疯狂地工作 唐视各种角色 每一个眼神都在暗示 我要站起来 甚至几近 央视取代董卿 跨界主持春晚 但随之而来的是 被人嘲讽有后台 没演技等各种负面压力 女子本弱 为母则高 为了儿子 她要强大起来 陈思成或许没想到 妻子眼中的崇拜 渐渐变成了野心 佟丽娅逐步走上主流 改头换面 一头盖脸的短发 不是在家庭中的贤妻良路 更像是一个独立的自信女人 终于九年的隐喊爆发 在这个甜蜜的 520负责寻常路 官宣离婚 她实在有行动反击流言 证明婚姻和爱情 也不是她的全部 陈思成作为本艺导演 身兼述职 擅长资本工作 目前自己的公司 都是持股百分百 弘丽娅的四家公司 均持股百分百 两人已经没有商业关联 分的彻底干净 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地离婚 但儿子的去向 目前双方都没有公布 或许会共同抚养吧 在很多人看来 他们早就该离婚 只是时间问题 当年王苏聪曾说过 两人的婚姻 好白菜都被猪狗了 又直白又通俗 让人不得不感叹 真被她给收拾了 佟丽娅可以专心搞事业 再也不会负负 丈夫出馆的标签 希望两人各自安好